全神贯注拉满工 杨明海内外的宜兰冬奥国小射箭队 在主持人号令下发射 渐渐郑重彩球 喜气的大红布条还有鞭炮 为冬月村联合运动会揭开序幕 我们主要是栽培学生的兴趣为主 那当然运动对他们来说 会找到一个依靠感 一个家的感觉 那可以防止学生就是 在外面游玩啊 发生危险之类的 那也会让孩子学会什么叫独立 今年的亮点不只是射箭队 活动还要来曾荣获新桃人 声乐大赛第四名的排湾族歌唱家 胡怠明现场现唱 在歌声带动下 部落族人也跟着翩翩起舞 让赛场宾客完全沉浸在欢乐气氛中 我看到其实就是左邻右色 大家全部的部落的人都来这边 然后大家其实很开心的在 就是大家互相叙叙旧啊 然后那个氛围非常的和谐 活动的另一个亮点 是以传承泰雅族舞蹈为主的 东月村妈妈舞蹈团 自信的表情完全投入在音乐旋律间 种其画意的动作 让在场观众拍照不停 一年一度的顺慧 在欢乐的活动气氛中 让部落族人的情感 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新唐亚太电视 刘立芬 台湾宜兰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